在生活里边我们接触到不光是大盘子小盘子 还有这些东西 来咱们看看 那问问大伙啊 您平时在逛超市的时候 会买这种独立的小包装的呢 还是会买这种家庭装的食品 回家呢 如果您要是选这个小包装的 就把小盘子举起来 如果您是买这种大包装的 实惠的家庭装的话 就把大盘子举起来 来 请亮盘子 为什么选择大包装 大包装便宜 实惠 方便 我愿意选择小包装 吃了我再买 比较食物比较新鲜 防止食物变质风干 来 王老师 人们啊都倾向于买这种家庭装 或者说大包装啊 这样的食品回家 这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首先就是人的一个本能 人的本能是要占有更多的东西 把这个东西都拿回家 拿大包装 多占一点 多拿一点 这种东西与生俱来 一个习惯 这个可能大家都 都是这样 另外呢 那个大包装的确便宜 商家就鼓励你买大包装 他把那个大包装 加量不加价 你买不买 对吧 你买二送一 你本来想买一个 现在是买二送一 你就会买俩 就拿仨回家 另外人还有个心理 就是高估自己的战斗力 让我能吃掉 这几个方面 也三天就给它干掉 其实就 你买回家 大包装 经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吃不了 吃不了 吃不了怎么办 就变成勉强 就是说 哎呀快点 吃了吧 它会坏的呀 就会 自觉不自觉 就催着自己 快把它吃掉 但是又会导致我们 身体吃了很多 你不需要的东西 吃了太多 就是发胖了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王老师 就像现场一样 很多人 他轻无自禁的 已经买了很多家庭装 这种大包装的食物了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分别人一点 如果里面还有小包装 是打包的话 那可以把大的包装拆开 把小的包装 就分散 不要一次天天看 还有这么多 还有这么多 可以把它分散一下 放得远一点 放得远一点 放得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 不是出手可及的 没有那么 就是拉着 吃的时间长一点吧 要想控制体重 小餐具 小包装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